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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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中的人说 为了把案件调查清楚 也为了保护助力的财产不受侵害 他们要对助力的账户进行冻结 要求助力把自己卡里的钱都转到一个安全账户里 并警告说 事关重大 这件事不允许和任何人讲 助力说 他丈夫因病去世 家里为此欠了不少外债 现在他独自带着八岁的儿子艰难度日 谁想到又谈上了这样的事 他既害怕又无可奈何 只能按照人家的要求去做 我说 我会没上档吧 我当时就跟我摸个话 他说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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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会有18000三楼 他说 还有你的武功非要摸的 都是会放给你 一通神秘的电话之后 助力把自己卡上的18000多元钱 都转到了一个指定的安全账户里 这相当于助力一年的工资收入 然而 这些钱并没有如约返还 这让助力的心里泛起了嘀咕 难道说 自己被骗了 但助力觉得又不太可能 因为那个电话号码 他自己也核实过 就是公安局的电话号码 难道说 有人还敢用公安局的电话 来行骗吗 经过再三犹豫 助力决定向公安机关 去核实这件事情 当地公安机关给他的答复 却让他大吃一惊 像我们公安机关的话 第一 我们不会使用电话 对被害人或者是犯罪嫌疑人进行调查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如果是我们跨区域办案的话 我们是会和当地的公安机关联系 在当地公安机关 那个警察的配合下 有些取证工作 这个办案 取证 是他们的配合下 面对面的这样 不会通过这个一个电话 或者是一个传针 或者是电话或者什么邮件 也是不会的 听到警方这样的答复 助力的心立刻揪了起来 难道说自己真的被骗了 助力做事一向是小心谨慎 他自己也想不出 究竟是在哪个环节出现了纰漏 与此同时 警方也围绕着那个 所谓的安全账户 逐步地展开了调查 聚焦一线 直击现场 一通神秘来电 迷惑视频 他说你就别个 把你的身份证 你就拿着搬着个卡 里面有好多钱 安全账户不安全 钱款有去无回 搬着钱一把钱取走了 只留下这样一个视频 忙忙容彩我们 神秘的电话背后 究竟是怎样精心构建的陷阱 危险的安全账户 一线正在播出 调查显示 助理所说的安全账户 实际上只是一个 普通的私人账户 而开户人 为湖北荆州的一位女性 当时整体员 我要开户信息 去做了一些基础调查工作 通过一查 她的现实表现 活动规律 去接触 一调查的话 只是让她应该是说 诈骗 没有自己的观念 没有自己的关系 警方调查后发现 对自己名下 这样的一个账户 开户人根本就不知道 这也就意味着 开户人的身份信息 很可能是被人利用了 而办案人员 在调取了该账户的流水后发现 助理转过去的那笔钱 在随后的一个小时内 就被取走了 而取款地却是在贵州 这个线索就中弹了 换了钱 把钱取走了 只留下这样一个视频 忙忙人海 我们可能也 视频显示是个什么样的 当时是一个 大概六十时左右的一个脑头 戴了这个 戴了这个有前沿的这种帽子 还戴了个眼镜 显然是经过伪装的 直到此时 助理才确信 自己真的被骗了 他的心也如同掉入了万丈深渊 对于这样的结果 助理有苦难言 而助理的遭遇 则让办案民警 联想起不久前 发生的另一起案件 也是这个整个程序都差不多 就是 我这个是拿公安局的 这样一个民警 你的身份证 现在被一伙 犯毒的嫌疑人 拿了你的身份证 在这个银行开户 开户的话 你的这个东西就 涉及到你的资金有问题 据了解 这起案件的受害人 为李先一名公姓男子 他受骗的过程 几乎和助理一模一样 不同的是 龚先生被骗了八万多元 当时龚先生发现 钱没有返回到自己的账户里 他把电话回拨过去 进行询问 我一想就不抵 你马上我再打电话 讲话就打不通了 连续发生了两起案件 如出一辙的作案手法 引起李先警方的高度重视 并立即着手 对同类案件进行疏离 这个我们说是名声案件 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虽然好像不是杀人的 放火这么严重 但是这些钱 往往是人民群众的血汗钱 没有说我们公安机关的 没有个领导 或者我们公安机关 本身对我们公安机关 这个也是一大名誉 也是一大审慨 经过初步的摸底 警方发现 仅2013年一年 在李先发生的 冒充公安机关诈骗的案子 就有30多宗 这一结果让警方大为震惊 也引起了湖南省公安厅的 高度重视 随即由湖南省公安厅牵签头 长德市公安局 李先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 一场打击电信诈骗的 专上行动 悄悄拉开了帷幕 病案侦察这个时候 我们就收集 开始收集 从整个权势 在正常来说是李先 从整个权势来收集 这么些案子 这样去病案的话 可以获得更多的现实 那么这些骗子究竟是些什么人 那些公安部门的电话号码 又是怎么回事 因为嫌疑人 只是和受害人通过电话 并没有实际接触过 而在前期调查中 对有关安全账户的追踪 已经被迫中断 也就是说 目前警方手中掌握的 唯一线索 就是银行取款人的监控视频 警方调查后发现 有关可疑账户取款的地点 通常不在受害人所在地 而是远在贵州 陕西 湖北 广州等多地 于是办人员兵分几路 远赴嫌疑人取款的地点 调取了2000多小时的监控录像 进行海量分析 试图从中发现蛛丝马迹 通过一些细微特征 寻款人的细微特征的动作 穿着 其他的细微特征去甄别 把它在地头上面 按照时间日期 什么时间 在哪个地方取款 把它整个的活动轨迹 把它在地头上面 很清晰地标示出来了 经过海量的筛查分析对比 办人员注意到 有五名可疑人员 频频出现在监控里 随即 办人员对着五名可疑人员的 活动轨迹进行分析锁定 以确定他们的真实身份 与此同时 赚足派出警力 在可疑人员出没的银行网点 及其附近区域 进行走访 如果这些人经常取款的话 他有可能 银行里工作人员是人事态 有可能公关机关 在这个 以前的侦查过程中 对这个人进行打击过 终于 一个频频出现在 取款机前的嫌疑人 浮出了水面 这个人曾多次取走 可疑账户里的钱 天门先到我前江 后续他又转移到广州 到五块 这些地方多次取过块 至此 一个隐藏在电话后面 冒充公安人员 进行钱财诈骗的人 终于浮出了水面 他 就是这个叫做 唐志祥的人 但是办案民警 并没有惊动他 根据以往的经验 诈骗案件都是团伙作案 所以 办案民警在暗中 密切地注视着 唐志祥的一举移动 每一次打款 这个 这个唐志祥取款之后 然后 在哪里 那个及时的取款了之后 和谁联系了 联系了之后 因为这个东西 联系的人 我们通过进一步分析 可以可能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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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骗的人 果然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 警方发现 唐志祥和一个叫做 龚文刚的人 来往密切 他们 会是同一个诈骗团伙的成员吗 监控里 嫌疑人频频现身 隐秘的账户 特殊的平台 警方千里追踪 巨大的诈骗网络 中显原型 危险的安全账户 一线继续播出 龚文刚32岁 湖北仙桃人 他是此前 屡屡出现了取款人 唐志祥的姐夫 他们两个人 不仅经常一起活动 更为关键的是 两人的账目往来 异常频繁 隔三差五的时候 他们的银行之间 就会有往来 有几千啊 或者上万啊 隔两三天啊 隔那么三四天 就转一笔钱 这就很可疑吧 办案人员进一步调查后发现 其实 不只是唐志祥和龚文刚 他们周围的几个近亲属 包括唐志祥的妻子 也经常去取款 也就是说 这很可能是一个 家族式的犯罪团伙 但警方仍然没有采取行动 我们不能说 抓了这个取款的人 那这就完事了 这肯定不行 我们要把他幕后的 诈骗团伙 要挖出来 通过对唐志祥 龚文刚的账户 仔细地分析 细心的办案人员注意到 每隔一个星期 或者十天左右 他们就会给一个 固定的账户打款 从五百元到一千元不等 行骗的人 为什么把钱定期 打给这个账户呢 于是 收款账户的开户人 又成了该案件的 重点怀疑对象 经过调查 办人员发现 可疑账户的实际持有人 租住在武汉 某小区的一栋居民楼内 好像还开着一家公司 他们都是自称的 自称去王 和团伙 王老板 下面团伙找他们 都是说 王老板 王老板 经过一段时间的追踪 警方断定 这应该就是给龚文刚 庞志祥等人 提供某种服务的窝点 并且 该窝点 不仅仅为龚文刚 一个团伙 提供同样的服务 租住在武汉 另一个小区的 一下性男子 也经常有规律地 往这一窝点的账户贵款 就这样 又一个疑似诈骗团伙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紧接着 警方又陆续发现了 遍布在武汉 诸州 宜昌 仙桃等地的 冒充公安机关 进行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 出海人范围之广 更是触目惊心 分析 觉得这个团伙 这个电信诈骗 它是针对我们全国 多个省市 除了西藏 等少数省份 没有涉及到以外 全个大多数的省市 都涉及到了 经过办案人员 近一年时间的努力 一个特大电信诈骗网络 清晰地展现在 专案组的面前 2014年12月17日上午 10点左右 随着专案组 一声令下 已经在武汉 仙桃 宜昌等地待命的 120名民警 同时出动 展开抓捕行动 在抓捕现场 民警提取了嫌疑人 电话里存储的电话号码 并进行了拨打 结果显示 接听方为长沙县公安局 喂 你好 请问你是哪里 喂 你早晨 请问你是哪里 我是长沙县公安局啊 长沙县公安局是吧 这是你们总结 还是哪个 那个股市的号码 是不是有人把电话给你了 对对对 拿这个号码打得去吗 对对对 打得到是公安局的事吗 对对对 据民警介绍 接到类似的可疑电话 应先挂断 然后再回拨过去 马上就可辨别 是否是诈骗电话 遗憾的是 该案中的受害人 只是根据嫌疑人的提示 通过114简单查询 以至于上当受骗 据了解 这次行动 共捣毁了四处窝点 各窝点的22名团伙成员 全部落网 一个特大诈骗团伙被打掉了 可是还有一个谜团尚未解开 那就是迷惑了众多受害人的 公安局的来电 嫌疑人不可能 用公安机关的办公电话 打给受害人来进行行骗 那他们是如何做到 让受害人的手机来电上 显示的是公安机关的号码 并且让他们深信不疑的呢 玄机就在一个名叫 语音网关的仪器上 嫌疑人正是借助了 这样的一个仪器 才把一个普通的电话号码 篡改成了公安机关的电话号码 又使一个又一个的受害人 上当受骗 利益面前亲情沦陷 父子夫妻扭曲结盟 伤害他人也亲手酿造自己的家庭悲剧 危险的安全账户 一线继续不出 夏洪胜52岁 湖北仙桃人 2014年12月17日被警方抓获 提起自己的骗术 夏洪胜说 自己是在老家仙桃跟人学的 回家的时候有些人在议论 现在什么生意好做 谈这个事 可能都是在干这个事 不是觉得什么 来钱快是什么 据夏洪胜交代 自己只有初中文化 对电脑网络的了解也有限 但这并不影响他行片 因为做这种事 就是靠一部电话和三寸之舌 你说的话 他自己跟你来好操作 擦电都可以操作 不复杂 夏洪胜说 为了逃避警方的追踪打击 他们通常都会对电话号码进行修改 但一个普通的电话号码 不足以对受害人造成足够的压力 我觉得的话是好 这个好 夏洪 这个受害人 但是只有初中文化 且不具备网络知识的夏洪胜 根本没有能力完成这一步 汪绍华 48岁 江苏南通人 他就是专门为夏洪生这样的人提供改号服务 并赚取钱财的 这个就好一点 赚钱赚的少一点 他们就是完全一点 汪绍华说 他不愿意直接给受害人打电话行骗 觉得那样做风险太大 而跟那些行骗的人改号 不用和受害人接触 和那些行骗的人也只是在网上联系 所以他觉得要安全些 但事实上他也没什么文化 也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技能 王少华说 到现在 他也弄不明白其中的原理 他所做的 就是在网上 找了一家电信线路营运公司 花钱租了一个电信线路 对方则通过网络远程 帮他搞定 据汪绍华交代 租了电信线路 那家公司就会给他一些语音网关 通过语音网关 就能完成电话的改号服务 语音网关是像一个盒子 一单是连着互联网 有根网线 另一端呢 是我们的一些普通的这种电话 会把他这种 这种我们打电话的这种声音 压缩成一种数据包 然后通过互联网 这样传递 这个进入互联网以后 我可以对这个号码 改成任何一个 你想需要的这样一种显示号码 这个东西呢 它也可以用于合法途径 也可以哼哼 但是它是炸天弹火 必备的一个技术设备 据了解 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 基础的电信运营商 对于出租的这些线路 有监管的义务 也有相应的监管手段 但是由于个别运营商的责任心缺失 或者唯利是图 间接地给汪少华这样的人 提供了犯罪的空间 这个改号的也是他告诉我 他那个属要 他指哪里 你就用那个本子来进一下 他指哪里 你就怎么改 有了专门的线路 有了语音网关 汪少华就开始在网上招揽生意 夏洪盛就是汪少华 在网上招揽到的客户之一 根据夏洪盛的要求 汪少华把一个普通的电话号码 改成长沙市公安局的一个电话号码 随后夏洪盛又在网上 购买了大量的私人信息 这是通过口口联系的 网上口口联系号码 在刑骗过程中 一方面夏洪盛打着公安部门的旗号 另一方面 他又能够准确说出受害人的个人信息 这很容易让受害人失去辨别能力 为了逃避打击 夏洪盛还在网上购买了银行卡 而这也就是他们向受害人讲的 所谓的安全账户 网上买的那个卡 银行卡 就是这个卡跟你本人 或者认识的人是没有关系的 那不跟这没关系 网上买的 你买多少钱一张 三百 三百块钱一张 就是这是谁的名义开的 你也不知道 那不知道 反正去三百块钱买它 把它在卡里 有专门的开卡的团伙 开团的人 他们是通过自己的一套办法 一套图金 获得一些身份 然后去开卡 开卡 然后一定的价格 几百块钱不等的价格 然后卖的 这个抓银行卡 市民芝麻就是要本人 本人的身份 去开银行卡 但是往往在这些 我们这些相关部门 这个 我从工作当中 没有很好的坚持 所以就给了这些犯罪显用的 扩充自己 2013年夏天 夏洪盛在武汉一个高档小区 租了一套房子 开始了行骗生涯 因为自己文化水平不高 语言水平有限 他就专门找同行 给他写了台词 以及公安部门办案的一些 专业术语用词 以免伎俩被受害人识破 你就是打电话 被台词 被这个什么的台词吧 什么什么的 冒陈情况 这些台词要背一下 记住了 开始就把每一部该说什么话 这个下一步说什么话 都有一个本子 写在纸上面 但是我们文化成都 或者是外面的市民 见得多一点的人 不按照他的套路去排 不按照他这种思维走下去的话 他可能这个案子 他就扎成不了了 据了解 为了把受害人拉入陷阱 夏洪盛常常电话中 扮演不同角色 在对受害人助力的行件时 他既是长沙市公安局的陈警官 又是银行的杨科长 我是第一个 他是用普通话 他是没交参检私的 跟着注意私的 我说想了一大堆 就这样 一个又一个受害人 陆入他们的陷阱 看到轻易到手的钱财 夏洪盛的儿子也加入进来 什么时候个儿住的 我是从 就是从一三年纪 招呼老婆的时候 陆家大师他试一下 人是参与进来的 他搞了不到几天 个子是我害了个子 其实不只是夏洪盛父子 据警方调查 这些电信诈骗团伙成员之间 大多是亲人或者是亲戚 包括最早进入警方视线的嫌疑人 唐志祥所在的团伙 唐志祥甚至把自己的妻子 也脱下了水 据警方调查 在唐志祥所在团伙中 唐志祥主要负责取款 有时则换作他的妻子 他没负责干什么 他干的都是我叫他去干的 我比较难嘛 有的时候 干什么 叫他去帮忙 取下钱了 他都不知道我 你知道他们这些钱是哪来的吗 不知道 我也从来不去问 他也 我问过一次 然后他说你愿意干你就干 你不愿意干你就不干 大宝的一个人给我干 他就这样说 那他怎么给你报仇 七个点呗 也就是简单一点讲 就是一万块钱七百块 他是明知的 因为这些取款的人和诈骗团伙 肯定是非常熟悉的 诈骗团伙要非常信任他 才会把这个卡交给他 让他去取钱 取了以后要确保 你不会把这笔钱清澄掉 跑掉 公文刚是唐志祥 所在团伙的主要行骗人 他是唐志祥的姐夫 据了解 事发后 公文刚以及唐志祥夫妇等近亲属七人 相继进了看守所 因为法律意识淡薄也因为被金钱蒙上了双眼 以致亲人相聚看守所的剧情连续上演 此外 受害人缺损的自我防范能力 也给了骗术的得逞 提供了可乘之机 不要轻信 所谓的转款 所谓的安全账户 或者和旁边的朋友问一下商人 一下这个事情 那么就是我们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 让自己重新回过到一种正常的思维里面 据了解 这起特大电信诈骗案件中的22名涉案人员 因涉嫌诈骗已被湖南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这起案件也带给我们许多警示 如果嫌疑人不是因为利益薰心 那么他们个人以及家庭的悲剧就不会上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银行在办理个人银行卡时 审核不够严谨 一些基础电信运营商 在管理中存在着监管的漏洞 这些都给嫌疑人以可乘之机 所以要杜绝此类案件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辰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